以前我在香港 譬如我一落樓下 車走了的時候 車和車之間只隔五分鐘 我都會抓狂 真的會覺得搞錯啊 等五分鐘啊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鏈接就在這邊這邊這邊 我是河程 我現在就在距離家5分鐘車程的朝景公園 大家看到這個是基隆魚 現在就等它那個日落 我打算趁這個時間和大家聊聊天 我真的完全沒想過自己會拿著旅遊VS 然後留在台灣一年半那麼多 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離開香港 離開家那麼久 其實這一年半以來 我覺得自己 不管是生活習慣 又或者是工作 又或者是興趣方面 都改變了很多 有一些改變就是因為我 現在住在台灣這個地方 有一些改變就是因為我 離開家的溫室而改變的 所以今晚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說一下我住在台灣這個地方 而改變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都挺明顯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覺得自己的環保意識會強了 尤其是在家裡的分類方面 因為我在香港 我知道有垃圾分類這件事 即是廢紙、女罐、膠樽 我也知道的 我不敢說所有香港家人都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的家 其實不會特別分要回收的東西和垃圾的東西 台灣這裡是因為他們有法規 去規定你一定要去回收 所以我來到台灣之後 在家裡 垃圾就真的會分垃圾 然後廚餘就分廚餘 然後就會有一個箱去裝回收的東西 第二個改變就是我覺得自己的生活節就慢了 雖然我是住在台灣的北部 但是因為我在這裡是一個獨立者 所以不會有以前在香港那種壓力在這裡 而且我自己覺得耐性方面是好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以前我在香港 譬如我一到樓下 車走了的時候 車和車之間只隔五分鐘 我都會 抓狂 真的會覺得 搞錯啊 隔五分鐘 但是我到台灣 這裡的公車 不會像香港那樣密 可能有時候你錯過了一班車 就要等半個小時 但是我在這裡 我在樓下 哇 車走了 我也是很安然的 算了 再等半個小時 這樣 可能以前在MTR 我真的在北角站 我真的會從這一邊衝到這一邊 但是現在連走路的速度都會慢 我覺得自己個人會比較平靜 不會好像很急躁 所以我覺得這個 都是台灣帶給我的一個改變 這件事我覺得 如果在南部的話更明顯 我以前在坦丁的恆春那邊 住過一個多月 那時候我完全覺得很慢活 那時候我回到台北和香港之後 我是覺得完全很不習慣 我覺得很快 全部都很快 好像不是很適合我的節奏 那第三件事 就是我覺得自己說話 沒有以前那麼直接 可能在台灣 你遇到的都是台灣人多 可能對於台灣人來說 香港人說話很直接 對於日本人來說 台灣人說話很直接 所以現在 我講話之前 就是會再驚大腦 再細一細才說出來 不想因為自己 一些無心說話 而去傷害其他人 有一個例子也挺搞笑 是剛剛才發生的 因為我們趕著出來看日落 那怕煩就很急著要出門 我就在那裡說 趕著去投胎嗎 就是用普通話說 然後他就覺得我很沒禮貌 什麼投胎 說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香港人說 趕著去投胎嗎 真的很自然地說出來 完全沒有惡意 但是台灣人聽下去 就是會很不舒服 就覺得 我什麼 這樣說話 第四個 就是我的普通話 好了很多 這一年半 我不敢說自己完全沒有口音 就是我現在的香港口音 也是很嚴重的 但是對比起一年半前 我覺得自己順暢的程度 是好了很多 你覺得我的國語有進步嗎 越來越標準 很標準 什麼海豪 什麼海豪 下一個改變 就是我開始經營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我一年半前 我是幾個月 或者是半年 才上載影片 這樣 但是這一年半 在台灣 可以試試經營我的頻道 我就繼續上影片 說真一句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台灣 我應該還是一個 佛系經營頻道的一個人 最重要一點 就是因為經營這個頻道 所以 跟觀眾 是會多了聯繫 就是會在下面留言 聊天 又或者是有些觀眾 在Instagram Inbox我 聊天 聊聊近方 或者聊台灣生活 異地戀 變相 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多了很多朋友 這樣 接著下來 就說一下興趣方面 我覺得我這一年半以來 多了很多興趣 例如是爬山潛水 潛水 我一向都喜歡 但是爬山 以前我會去爬 但是未到是喜歡的程度 我去年就在台灣 爬了很多山 即是毛賴細山 還是台灣的八岳 合歡山 其來南華專達山 這些 就是拍了很多影片 大家看了沒有 你們去看的話 就快點去看 因為我個人來說 很喜歡拍 和很喜歡剪 很喜歡看 爬山片 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喜歡 以前 會當爬山是一個運動 即是爬山是為了 我想去動 我想去能控 但現在我去爬山 我是真的喜歡了這個活動 可能有時候爬上去很辛苦 但你上去看見很漂亮的風景 你會覺得很感動 即是你會覺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 今年我本來計劃了很多山 很多八岳 準備去爬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割置了這個計劃 下一個就是我覺得自己喜歡上網購購 我知道現在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很喜歡上網購購 或者我喜歡試穿了之後才買 所以我在香港的時候 是偏向喜歡在實體店那裏買東西 但是台灣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譬如是蝦皮啊 PC Home啊 Momo這些 你去那裏買東西 然後可能隔一天就可以送到你家 然後台灣這裡 又可以貨到付款 然後又可以去很多Seven 全街這些去領包裹 即我現在知道香港都有 但是我在香港是從來沒有試過在Seven這些去拿包裹 在台灣 哇 很多東西都是網購回來的 今天剛剛才拆了幾個包裹 其中一個就是D加AF 是一個台灣鞋的一個牌子 不過我現在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雙鞋就是 今天剛剛拆了包裹 馬上拿來穿 其實我之前無論在Facebook還是Instagram 都經常見到D加AF的廣告 那這次就終於選了兩雙鞋 第一雙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雙 NUDE 色的鞋 是那種叫什麼鬆高鞋 我很喜歡它這一隻色 因為很搭我平時那些大地式的衣服 穿了上腳之後呢 覺得也挺舒服 我真的猜那個底子是挺軟的 不會說是眼崩崩的 不舒服那一隻 所以我現在就馬上穿出街 還有這一雙鞋的好處呢 我覺得是春夏秋冬都可以搭到衣服 所以我真的沒有學會選了這一雙鞋 另外一雙就是選給拍飯的媽媽 那一雙叫做健酒鞋 我摸上去 而且穿上去很舒服 那雙鞋是可以這樣摺 而且鞋底是很軟熟的 應該是走全天都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長輩 哦 太陽被雲遮住了 那下一個就是因為我離開了爸爸媽媽 離開了香港家的這個溫室之後 所做的改變 就是 準備好聽沒有 就是我現在竟然會去煮飯 會做家務 就是我以前不是不做家務 但是我最喜歡的家務就是洗碗 但是來到台灣這裡 就是拍飯這些 來到這裡都只是過月打機的 就是家務就不用指望他了 所以我在台灣這裡 基本上很多家務都是我負責的 拖地掃地洗碗 浪衫洗衣 什麼都是我做的 以前我在香港 我都是煮的很簡單 很簡單 超簡單的東西 但是現在是台灣 雖然也不是說很厲害 但是三送一湯 又或者是意粉 咖喱飯 那些全部都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 哇 這兩樣東西 我真的 長大了 王開城 我想我爸爸媽媽也會很驚訝 和很驚訝 我女兒終於是 入得廳堂 出得 出得廳堂 我說我在台灣這一年半最大的改變 最後一個 就是 跟你同居 怎麼 怎麼同居 我覺得其實我們蠻幸運的 因為對於異地戀情侶來說 很多人疫情期間都是分開 但是我們 竟然可以同居一年半 沒有分開 反而是我跟家人 跟香港的朋友 異地戀 其實還蠻想你回香港的 我知道你很想家人 嗯 還蠻想念他們的 可是我們要把現在光來回隔離 就要一個月了 嗯 就是有好有不好 我們這一年半的爭執 其實是比之前多的 但是我們就是磨合啦 有一邊爭執又和好 爭執又和好 那我覺得反而我們兩個 對於彼此的了解 又會更加多 跟這位先生的關係 我覺得是有變更好 更closed 對 怎樣 撩狗是不是 哈哈哈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的youtube頻道 已經 破了兩萬訂閱 你在幹嘛 我們太陽下山啊 現在我們要準備去吃晚餐了 好啦 再見了基隆宇 再見了大家 掰掰 你好啊 他很乖耶 摸一個感覺 讓我想要嘟嘟 真的啊 嘟嘟的毛衣這麼舒服 你也喜歡嗎 嘿你也喜歡 他有閉眼睛嗎 好可愛 好可愛 都不喜歡 我會把他們的頭髮這邊黑黑的 對對對 我也是 然後就黑黑的一塊 然後就這樣 走囉 很舒服 掰掰 掰掰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